近我的承諾在時間之內搬離我的職務宿舍 那這地方其實我住了多年 跟這邊的管理人其實非常有感情 對 然後還好 對 希望還是有些感情 不過我覺得我對自己有更高的道的要求 我願意然後我也就跟我平壽 那如果說社會各界對於這個職務宿舍的申請 其實覺得要解應該這座領先說的話 其實會完全提起這樣的一個修法的方向 你會覺得自己的事情會不會破壞嗎 不會不會不會 我是一個活在當下往前走的人 我覺得用更高的道德標準的要求自己是一件正確的事情 我完全願意接受 對 讓我相信如何感情是甚麼 因為其實我在這個地方做了很多年 然後我們的管理員跟我們出了之間的此相處得非常融洽 然後我們附近有豆漿店 然後我們前面有一排賣菜的賣魚的 其實我常常都跟他們有很多的接觸 那現在搬離的這個地方 難免當然跟他們之間的配方就會減少 所以其實對這些人 我就覺得心中有非常多的感情 我跟我們家先生其實是為救所的同伴同學 然後我一直都是一個職業部門 我在為勞工為兒童為婦女分動的時候 其實他一直都是我最大的支持 然後這個地方其實都是我們的部份檔 那因為在絕對中房的關係 那我們家先生其實也全力支持 所以這個房子會退房給法務部嗎 當然這個房子一定退房給法務部 我想我們所有的東西就會 今天其實大部分都會搬離 當然後續還有一點點小小的一些小東西 電線啊或者說有一些細小的那些物品 整理乾淨我們才能交換給法務部 不過我已經承諾我會辦 我一定會確實執行 那你還有幾個十元 你會感激一下 在那邊比較重要的地方 你會做什麼的地方 我其實是一個非常有執行力 跟非常有效率的人 我承諾要做的事情 我都會盡快來做 那我也承諾在最短的時間 盡最大的可能 那我其實非常感謝我的朋友 他們 比卡比卡 比卡比卡